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看到就是三只小猪的风潮 那么大家都说要铺满胃宝 然后呢拿来小额捐款 立委参选李建创发挥创意 他用小猪换小猪这样的一个想法 吸引民众呢送小猪回娘家 希望能够充高募款金额 不过同时也希望这些小额募款的金额 能够剥部分的额度来挹注地方上的参选人 而对比民进党的小猪活动有好多的小额募款 而国民党立委参选卢秀燕 则是呢在总部成立的邀请卡背面 印上了小额募款的条码 希望大家更方便也能够增加小额募款的金额 这款小猪好像没见过白白胖胖的小猪铺满超级卡维 只是白小猪到底在哪里 谢谢我们现在有一只猪换一只猪的活动 这是送给您的 这个送给我的 对 是陶食的 好可爱 谢谢你 谢谢你 原来民进党小猪召集令 12月10号就有第一波 全国小猪回娘家 养肥的小猪就是小额募款 民进党立委参选了李建昌 充人气以猪换猪 陆陆续续收回来的这个小猪 我的竞选总部的团队就设计了一个桃子的这个小猪 他们希望说如果能够拿到内湖南港的这个小鹰跟建昌的这个竞选总部来的话 你回收一只的这个铺满小猪 我们就附赠一个非常可爱的桃子小猪 对对对 好 不止主帅蔡英文缺选战粮草 手下的立委参选大将也卯足全力拼募款 彩绘小白猪就是支持者独一无二的专属 李建昌拼小猪回收 不管钱多钱少可以母鸡小鸡一并照顾 民进党小猪募款站稳脚步 国民党也走自己的路数 500不嫌多1万不嫌少条马一刷捐款轻轻松松 国民党立委卢寿彦小募款走便民路线 来的立委拼金费各有创意 赞选成立国陈麦庭台北财富报道